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感觉上像是在这个位置上形成了一些破位行情 可但是如果你去细想的话 我们又会发觉一些新的有意思的地方 就是说这些破位的位置处在前期的大幅运行的这种行情当中 所以这种破位不能够完全说按照技术面的指标说它破位了 所以一个是618这儿也是618 那中间对应的横向的位置是1.4亿的位置 今天的行情在反弹 那这种反弹行情是主要趋势还是次要趋势 我个人觉得这种趋势像是一个次要趋势 所以刚才我们好多投资人说 我们好多同学说我们在交易当中 有一些比如说英镑的多单 还有欧镑的空单这些交易单 那么这些单再去做的时候 你要明白英镑在走一个什么行情 如果英镑走的是趋势型的上涨行情 那你的多单可以继续去保留 那如果英镑是走的这种反弹行情 下跌行情当中的反弹行情 那就不太容易去继续保留 而是说它走到一个位置的时候 我是不是能够再强平 另外还有好多投资人去持有这欧元对英镑的多单 那这种多单我觉得在这个时间点上比较合适 就是欧元在上下的整档 英镑反弹之后会继续走空 那欧镑就会在原有的0.87到0.8900之间上下盘子 就继续走它原有的这个区间道路去运行 所以当中各个货币在这 随着它节奏感的不同 随着它节奏感的不同 欧美 棒美 它的运行节奏是不同的 它的运行 运行节奏不同 所以我觉得那如果说我们单独去说各个货币的话 我觉得棒美高位空 欧棒它现在足迹的回调 回调到一些低位的时候 可能会形成日内的交易机会 棒美反弹到高位的时候 可能会形成一些交易的机会 所以这是我们在中间去看到的这些行情 在变化当中的产生的这样的一些状况 具体行情运行的部位 我觉得因为这是我们现在看的是小石图 就是M模板这是在小石图上的运行 各位同学在交易的过程当中 特别是在这种短单的交易过程当中 我觉得如果你在日内交易 把这个15分钟上来去做单 不要把它放在小石图 小石图我们在讲解当中 因为小石图可以去相对宏观的去看 今天晚上的欧洲盘和今天晚上的美洲盘 但是它有一个缺点 就是它做单的时间和位置相对较差 所以我们同学在做单的时候 所以在做单的时候 在实际交易当中还是应该去把它去切到一个15分钟图上去看 可能它的效果会更加明显一些 我把这张图发给我们同学 我把这张图发给我们认识了 我把这张图发给我们认识了 我把这张图发给我们认识了